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第一阶段第三讲 在第二讲的内容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下载安装Python 并且介绍了Python自带的IDE IDO的基本的Shell 以及Python Modular模块的基本用法 我们以HoloWord为例 给大家进行了基本的介绍 并且我们进行了Eclipse 简单介绍以及下载 这一节课我们接着上节的内容 进行以下讲解 这一节课我们的目标是 给大家介绍 Python针对Eclipse的一个加载的模块 叫PyDive 我们上一节课有所提及 它在Eclipse上的安装 以及在Python里面如何安装各种package 也就是各种包 所以本节课内容分几下几个主题 首先我们要同学们介绍理解一下Python的Interpreter 也就是Python里面的解释器 在理解这个之后呢 我们将给大家演示如何在Windows的命令行 也就是Command Line中运行Python 随后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如何配置Eclipse 以及如何配置PyDive 随后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在Python中如何利用EasyInstall 以及Pype这两个管理package的系统 来进行额外的package 也就是额外的包的加载 最后呢我们将给大家演示一个例子 好这就是这节课大概的主题 接下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内容 就是Python的Interpreter 那么什么是Python的Interpreter呢 Python的Interpreter中文翻译叫解释器 就是Python中的一个核心的模块 它是把所有Python代码的语言 转换编译成系统可以理解的一系列程序 来进行执行 所以它也是Python中的一个中心的模块 所以我们首先要安装PythonInterpreter 这一步在上一节课 我们安装Python的环境中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再查看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中讲到的Python 以及它的Interpreter 到底安装在了系统的哪个里 好我们现在进入我的电脑C盘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指定安装的目录 在C盘下的Python34 也就是版本3.4之下 好我们点进去看到 这里有一个可知性文件 名叫Python.exe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Python Interpreter解释器所存在的位置 所以以后所有的代码都需要通过Python Interpreter解释器来进行执行 好这是首先Python解释器的内容 那么上节课我们看到了在Python的自带的IDE 也就是IDLE环境下如何执行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的程序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Windows的Command Line 也就是命令行里面执行同样的事情呢 答案当时可以的 不过呢我们需要做一些配置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内容 好首先我们进入Windows的命令行操作 我们打入cmd代表Command 敲入回车 就打开了Windows命令行的界面 好我们首先试一下 我们能否进入Python编辑器 通过命令行 那我们键入Python 我们看到系统提示是错误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配置环境变量 告诉系统Python Interpret的位置在哪 所以作为Windows的命令行 他觉得找不着Python作为一个合理的Command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配置呢 很简单 所有的Windows命令行的操作 我们都需要在环境变量中告诉他 我们所需要执行的任务的位置路径 好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命令行中执行Python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在Python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Python的Interpret的位置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路径加在Python的命令行里面 就好了 对不起 是加在Windows的环境变量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通过电脑属性 在这里有一个高级选项Advanced System Settings 我们点开它 然后看到这里有一个环境变量的选项 我们点开它之后 在下面这个System Variable 也就是系统变量里面 有一个名叫Path的变量 就是这个变量 好 所以呢 我们回到这一串字符的最起始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PythonInterpreter所存在的路径 加载到这个环境变量里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Copy 这个所在的路径 然后我们加载到刚才所说的环境变量里面 再用一个分号隔开 好 我们点击确认 这时候 我们需要关闭命令行窗口 并且重新打开 刚才所做的改变才可以生效 重新进入Windows命令行界面 这时候我们重新来试一下 进入Python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就没有刚才的错误了 证明系统已经成功的找到了PythonInterpreter的位置 我们现在就可以在Windows的命令行里面执行Python的命令 或者直接建入Python的代码 所以同学们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命令行中进入了Python的一个编译环境 与之前我们在Python自带的IDO里面看到的环境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执行一段Python代码 比如说我们同样进入PrintHello World 我们可以看到在命令行中我们成功的运行了Python的一段代码 在理解了PythonInterpreter以及在Windows的命令行中如何runPython之后 我们回到上一节的内容 也就是在Eclipse里面如何来成功配置Eclipse本身 以及配置PyDive 好我们先关闭命令行 我们回到上一节课的内容 也就是下载页面中 我们下载了Eclipse的一个安装包 它是一个压缩包 所以我们需要在本机上通过一些减压软件 比如说RenRaw或者Zip来减压 在这里我用WenRaw将Eclipse的安装包解压到一个新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将通过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来启用Eclipse 好现在解压完毕 我们看到因为Eclipse本身是一个绿色软件 开源免费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进行安装 大家可以看到在解压之后的Eclipse的文件夹下面有一个 Eclipse.exe的可知性文件 那么我们只要双击这个文件 就可以运行Eclipse 但是呢 这里其实我们要进行一个 Java和Eclipse之间的关联 当我点击这个exe文件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错误 然后我会告诉同学们 怎么来进行合理的配置 好我们先试点一下这个按钮 大家看到这是Windows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说是Filled to load GNI shared library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Eclipse找不到我们需要调用的Java可执行文件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还记得吗 上一节课我们说我们首先安装了Java 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告诉Eclipse Java的可执行文件在哪里安装着 也就是JavaVirtual Machine 好我们现在要去找到我们安装Java的路径 把其中的一个路径包含JavaVirtual Machine的路径 放在Eclipse的配置文件里面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的电脑 通常Java的默认安装路径是在C盘下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文件夹 这两个文件夹分别代表了存储的32位和64位的程序 带有X86这个括号的是64位的系统 用来存放32位的程序的文件夹 那么因为我们本身安装的是64位的Java 所以我们在这个Program Files里面进行寻找 在这个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名为Java的文件包 好进去之后我们看到GRE7 这时候我们进入bin folder也就是binary file 这时候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有一系列的Java file JavaVirtual Machine可执行文件 需要的文件名是javaw.exe 我们现在需要告诉Eclipse这个文件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就copy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 好 现在我们回到Eclipse的安装目录下 我们看到Eclipse里面有一个扩展名为INI的文件 也就是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现在需要用一个文本编辑器把它打开 然后在open file后面的一行 我们需要加入一个参数 也就是第一行我们需要写一个画线 VM代表Virtual Machine 然后告诉它我们刚才所用的路径的位置 好我们保存这个file 做了如下更改之后 我们再试一下 重新启动Eclipse 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启动Eclipse 它已经成功的找到了Java可执行文件的位置 首先Eclipse弹出来了一个对话框 询问我们现在需要创建的默认的工作目录 那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专门为Math学院创建了一个工作目录 点击OK Eclipse的初始化需要load加载一些模块 所以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打开它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稍等上两三秒钟 随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Eclipse里面如何创建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安装Python的加载环境 所以现在我们在Project 就是在我们创建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 只能看到我们可以创建Java的Project 好我们先做一个示范 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选择JavaProject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写项目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叫TestJava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完成 这里就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 在新的项目之下 有一个名为SRC的文件夹 也就是一个folder 在这个之下是存储原代码的位置 所以在这之下我们创建一个Java的类 同学们如果不理解Java没有关系 我在这里只是想做一个示范 说我们可以成功的运行Java的代码 在我们安装PyDive之前 好我现在叫它Test Hello World 包括一个man函数在里面 这样呢就创建了一个Java的类文件 它的结尾名是.java 我们在这 简单的trent一行Java的代码 Java的语法是这样的 System.out.print 我们可以看到比Python稍微复杂一些 Hello World 同学们可以看到在Java的console里面 我们就打出了这一行Hello World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在Eclipse里面安装PyDive 回到一下我们的主题目录 所以我们介绍完了测试Java成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Eclipse里面如何配置PyDive来进行Python的开发 好回到Eclipse的界面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help菜单 在这里呢 我点击install new software 也就是安装新的软件 然后点击右边的add按钮 我们需要起一个名字 这里可以任意起名 我们就叫它PyDive 下面这一栏呢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URL 也就是一个网址 是PyDive所在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输入www.pydive.org 写化线updates 好我们看到 Eclipse成功地检测到了这个网址所包含的模块 这里我们只需要安装PyDive这一个加载项 所以我们只勾选这一项 其他的我们保留为默认 点击下一步 这时 Eclipse正在计算需要的空间 好成功地找到了 需要安装的项目 我们继续点击下一步 接受 点击完成 这时呢 Eclipse正在进行安装 PyDive的过程 要稍有一点时间 中间弹出了一个退化光 我们点击接受 继续进行安装 好我们看到 现在 已经完成了对PyDive的安装 要求重新启动Eclipse 我们选择 Yes 确实 Eclipse重新启动 在启动之后 我们仍然选择 新建一个新的项目 这时候我们会多出一个选项 可以专门创建Python的模块 大家记得 之前我们创建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 只能新建一个Java的项目 好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里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Java Project 一个是Project 我们选择Project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多了一个选项 PyDive 说明我们成功的 安装了PyDive加载项 当点击之后 我们有三个选项 前面两个我们暂时还用不到 是第一个是关于网络开发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PyDive Project 下一步 我们需要给我们新建的项目取一个名字 好我们就随便取一个名字 叫test Python hello has the Python 下一步很重要 大家看到我们需要选择Grammar Vers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Python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2.7到3.4之间 它的语法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我们所用到的Python Interpreter对应的语法 这里因为我们本机上安装了Python 3.4的版本 所以我们需要把Grammar Version切换到3.0 也就是3.0以上的版本 它的语法是统一的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选择 要知道让Eclipse知道 我们需要用哪块的Python Interpreter 也就是我们之前安装的Python Interpreter的位置 好 所以呢我们点击这个 Please configure and interpret before proceeding 我们选择手动的选项 这里我们需要做的是 加入当时我们安装Python Interpreter的路径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选择新建 我们可以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Python 3.4 也就是Python Interpreter 3.4的版本 接下来呢我们来选择Python Interpreter所在的位置 大家还记得我们安装了在了C盘 所以我们现在点击C盘进去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安装的Python 3.4 好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文件 Python.exe open 然后确认 这时候呢Eclipse会自动检测到Python 3.4里面 所带有的packages和别的需要的组成文件 我们只需要点确认就可以了 好 我们需要等一点时间在这里 OK 这时候呢我们就成功选择了Python Interpreter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Next 选择到我们刚才创建的 我们不需要选择这个文件 因为这个是用来test的Java 好 所以我们现在点击完成 这个对话框呢是告诉我们 我们刚才的开发环境是针对Java的 现在这一个Perspective也就是一个环境要转换到Python 我们点击确认 好的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有两个Project 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建的针对Python的一个Project 好 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先关掉刚才Java的这个Project 好 在Python里面基本单元组成是一个叫Python Modular的一个基本模块 所以我们现在建一个Python基本模块 我们先不取一个包的名字 只是一个模块的名字 我们之后会介绍包的含义 好 这里我就叫Python 我就叫Test Hello World 完成 完成 然后这里我们简单的测试一下 我们还是用HelloWorld来测试一下 Print HelloWorld 然后我们点击Run这里 第一次它会产生一个选项 上面是直接来Run运行这个程序 下面是进行单元测试 我们这里选择直接运行这个程序 好 我们现在看到Eclipse里面 我们成功了 成功的配置了PyDive 并且运行了HoloWorld的程序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将留到下一节课 给大家来介绍 Python中对于额外的包的安装 利用Pype和EasyInstall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